有没有机会见顶呢? 大家预期联储局是否真的会更加进取加息 你看这个机会是否真的这么大 其实有几样东西 你说如果联储局加息那些步伐 是否会这一季见顶呢? 我觉得也大 因为无论是通胀不断扯高 令到它要加息 还是因为之后加息开始加得很急 用一个现在叫做manageable的resection 就是可控的衰退 用这个方式去压一下某些通胀的因素 其实都应该是会令到那个息率第三季 就是加息的幅度见顶的 但我相信其实两样东西我会解释的 先讲昨晚的数据 事实上你见到白宫的官员也有走出来 原本已经在管理市场预期 说大家不要管六月的数据了 其实由他讲完这一句话 由星期一开始 其实市场已经自己很短期地消化这一句对白 变了昨晚你见到是8点半一出消息那一刻 其实我拿10年期的国际息率去举例 昨晚8点半一出 2.95、2.96厘一扯就扯了上去 然后就去到3.06厘左右 但是其实去到开市前 甚至到开市的途中 就反而一直走低的 就是说10年期的国际息率 但是反过来 你无可厚非你这一刻那一刻的市场 突然间 就是大家都那些Fat Watch 都立即在说 你有机会7月要加息加1厘 9月又加0.75厘的那些机会 立即高了很多之后 其实就短期的国际息率 都仍然是走高 所以大家对于这个倒挂的感觉 就越来越大了 其实如果你说就着昨晚的CPI数据 大家都预了一定的滞后 你说油价回落了很多 除了滞后之外 其实有一个情况 就是油价是6月中后期才明显回落 所以滞后的时间一定会更加明显 因为大家都明白 油站加价的速度一定是比减加的 所以会有这个反应 但是如果我们再看昨晚小的component 就是说整个通胀的成因里面 事实上油价对于6月份CPI 那个升幅的价位是最高的 所以其实使得市场可能比较容易去 或者叫做更加继续去猜测 就是说7月是不是真的通胀会回落一点 我会这样看的 你说昨晚的反应 是不是真的立即去到很恐慌 不是 因为无论就是你说息率 股市甚至就是汇市 其实你说是否立即很紧张 说加1厘 看上去又不是那么似 本前就害怕的 但是你说去到开始就好像不是那么害怕 当然我们也会说先看一两天 就是大家都过去几个月 都已经经历过美股 很反复 是很反复 可能是那天出某一个消息 或者某一个数据 解读不停调转 是的 你可以昨晚是这样 第二天不是这样 但是为什么我说 其实都要有两样东西去看 CPI我们自己都会觉得 按月其实应该真的会慢慢开始回落 因为其实如果你看着核心通胀 就是联储局比较紧张是核心通胀 那样东西 其实按月是开始 这些连续几个月是明显见了顶 但是 但是一个位置就是 大家不要预期说 联储局要立即很急速撒制 不加息 是的 因为核心通胀里面虽然是说 没有那么紧张 但是仍然还是有个上升的压力 在那儿 所以我们自己会看 尤其是如果现在这一刻 大家是在怕工资增长 和住屋的问题 其实你透过加息 未必短期这么大反应 因为你刚刚同期 大家有个通胀的预期在那儿 通胀的预期 对于人工的升幅 想要有这方面需求增幅 当然是多的 的声音 但是公司就通常未必会这样做 但是反过来 住屋那儿是比较明显的 因为住屋租金那儿 其实对于通胀 通胀的关系是比较敏感度高的 就是说 大家如果觉得通胀的升幅是高的 你的经济不是那么冷却的那么快的话 其实租金很难回落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不预期联储局 就是说 第三季就已经立即说 我们不再加息 反而我觉得 大家也要预期是慢慢回落 或者反过来说 不要只听联储局的后问 可能留意一下大行的说法 我们觉得比较合理 和现在比较主导性 比较主要的那几间大行 都是说第四季的加息速度 就是见顶的 有些人说明年减息 其实机会是大的 因为如果你说这样 拉长一点的时间去看整件事 刚才我说了几个字 就是可控性的衰退 可控性衰退这个打法行不行呢 其实我们觉得在美国身上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解释 刚才我说的住屋的问题 住屋成本的问题 因为那里是要透过经济的冷却 才比较容易令到住屋的成本 会有所下调的 所以其实现在联储局用这一招 或者叫做市场好像在教联储局用这一招 因为这个应该是市场先说的 这个对白 但是看来大家会接受的 因为大家看到美国现在的经济 事实上是非常刺烈 当然信心就很低了 现在但是经济 你真的用数据去看就不太差 因为你会看到 拆开一点说多几样东西 就是说 你看到晶片公司就开始说 虽然需求是低了 但是反过来 你反过来想就是 其实原本的晶片方式很紧 现在反而只不过是 将晶片的供应量 开始叫做正常化一点 因为你只是拉平衡而已 那反过来 其实我们看到美国的港口 其实停泊的时间是短了很多 那就是说 其实大家想想 一年多前 大家最怕的那些什么供应链 那些问题 其实慢慢在舒缓 所以其实种种迹象 暂时看到美国 是可以用这个可控性通胀 去压制一下可控性衰退 去压制一下这个通胀的问题 是的 但是为什么刚才这么强调 放在美国是可以呢 因为现在有些 我听到一些声音 就是说 会不会欧洲都用这招呢 欧洲用不了这招 是的 因为他们的底气 是远远差过美国 那边很多 就是你说如果 如果英国 欧洲都用这招 我不是那么购买 是的 因为其实他们的条件 经济条件不到这个层次 他们反而有很多内部 或者叫做区内 要处理这个问题 所以你说在西方市场 我估计在这一刻 要用 就是当参考这招的话 那美国也可以 澳洲是可以的 因为澳洲那边的通胀 没有那么高 而且底气也好些 但是你说如果 如果我想同一样东西 放在新兴市场 那我就觉得更加不好想 是的 你勉强的 可能印度都可以 但是其他大部分都不行 是的 所以就好像拆开了话题 但是就是 即是即是立刻 告诉大家 用昨晚CPI的数据 再告诉大家 有些什么 是现在市场预计 是放在某些区可以 不是全部都可以 但如果言之 其实大家偶然会担心一下 美国经济衰退 那样东西 是不是根本不需要那么忧虑 是吧 就是你要这么说 其实是联储局的计划 其实是不是他的计划 我不是很敢说 但是最少现在过去那两个月 是完全感受到 市场已经是不 不避免央行行长 就是不只是联储局 我用央行行长 是其实很多间央行行长出来 市场不理的 尤其是拉加德那句 就是那句 他说做央行行长的决定 都是好像一门艺术 那即是立刻没有人再理 那变成了大家真的 现在听到这些指引那些 不如看看大行想怎么走多些 是的 感觉是这样多些 但是 还有补充一样东西 可控性的衰退 这一样东西 其实过去几个礼拜 我们都有提醒 告诉大家 市场现在开始这么演绎 但是 这个字眼就告诉大家 不要想着整个金融市场 到时什么都能买 是的 反过来 我们会觉得 既然他想用这招 其实有一些都叫冰行碱着的一招 但是最少我们会觉得 金融市场上面 就变了可能 要选择的 就是选择一些 和息率敏感度高的东西 长远有发展的东西 简单 可能两年前 大家很喜欢的主题 就看高一点 但是对于实体经济 很敏感度高的东西 那就不要想了 就是很简单 就是说 油价相关的东西 因为如果你说 参考过去很多次 如果经济要走向衰退的话 其实油价都是回落的 回落为主 应该说 所以其实油价这些 和经济敏感度相关这么高的 资产内 我们就觉得 应该要摆开 是的 是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